受完居服員訓練的蔣大姐拿著受訓證明前往長照所 要拿長照小卡準備投入長照的服務 對於新成立的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的服務非常滿意 長照這一塊都整合 不用讓你們跑來跑去 這樣對你們長照的人員來講會不會覺得比較方便 是啊 變迷嘛 就比較方便 沒錯 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65歲以上老年人口預估在今年年底前 將占全市總人口數的21% 排名全國第五名 因此包括失智和失能等需要長期照顧的問題和需求也將增加 因此基隆市政府特地整併衛生局和社會處的長照業務 在基隆市衛生局一樓原本是慢性病防治所的地點 成立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 簡稱長照所 隸屬市政府衛生局督導管理 希望提升長照2.0服務效能 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 我們簡稱長照所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成立了 長照所整併了既有在衛生局及社會處下面不同局處管的長照業務 以前其實不管是民眾或者是長照服務業者都很麻煩 民眾要接受長照的評估可能是衛生局派照專來 民眾要接受長照服務可能是社會處下下管的這些長照服務單位 所以民眾在被評估的過程或者是被服務的過程有不同的問題 會需要跟不同的局處接洽 另外在服務業者也是我想要好好的做長照服務 可是我有些事情被衛生局管理 有些事情被社會處管理 長照所成立之後整併了在過去在社會處下面 以及在衛生局下面不同的長照業務的管理 讓未來不管是民眾或者是長照服務業者都可以有單一的主管機關 衛生局指出提升現有長照2.0的服務效能也是足以準備 要邁入中央未來要推動的長照3.0政策 在長照2.0的階段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縣市政府都很努力的是做長照服務的部件 那基隆在過去部件的速度是慢的 比起我們需要的高齡人口跟長照人口這個服務是不夠的 不只不夠 除了剛才講的民眾可能過去有些事情要跟衛生局申請協調 有些跟社會處申請協調 其實服務業者也是 我們做例如說做居服居家服務的這些業者 他們會跟社會處簽約被社會處管理 但是衛生局又管了居服喘息的業務 所以他們又要跟衛生局簽約被衛生局管理 這些在其他縣市在長照2.0的階段 他們都已經陸續整併了 那基隆在這件事情慢了一點 我們成立長照所之後 我們今年這些也都會把它整併起來 那這個講的是對於服務內容的整併 根據中央政府目前陸續釋放的訊息 他們規劃的在長照3.0的階段 對於一個人我是一個人我需要得到的服務 我也不再被切成一塊一塊的 我需要你到我家裡面來提供我一個小時的幫助 這一個小時我需要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只是只能夠做寫的這個半個小時洗洗澡 這半個小時幫我準備食物 其他的事情就不能夠多幫我做 這些事情需要有更靈活的服務業者 更更靈活的管理 在未來中央往這個方向規劃的時候 我們的長照所也做好這樣的準備 我們把基本的整併做好 未來我們以一個人為中心 這樣子的整併的服務 我們才更能夠提供民眾適切的照顧 如果民眾有任何的長照問題 除了可以親自到基隆市衛生局一樓的長照所 諮詢申請服務之外 也可以到同樣隸屬衛生局的 安樂區行政大樓五樓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諮詢申請服務 更可以直接拨打1966長照專線電話 由專人為需要的民眾解答服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